就是有这样的魅力 让诗人忍不住要写诗 画家忍不住想作画 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经典画作 像是西山行女图 还有复春山居图中所描绘的 均是杭州这代的美景 画家是怎么被杭州 或者江南水江美景所触动呢 此行我们特地拜访了 中国大陆现代山水画 代表画家之一的曹文驰先生 了解中国画家心中 还有笔下的山水世界 这趟外景队终于见到 这位生性淡薄的名家 曹文驰先生 在杭州的采访过程当中 有缘拜访当代名家 这是何等有幸的事 曹老师虚怀若骨的气度呢 正如同杭州西湖一样 平易近人 却蕴藏着受勇不尽的风采 我们请曹老师作画 现身说法 他很谦虚地回应着 就画竹吧 近来正在学画竹 听似平淡无奇的一句话呢 却是深含哲理的 曹老师不仅画江南也画塞北 二十年来他的足迹片集大江南北 潜心探索 曹老师还特地展示他的长轴画 他说这就是文人的玩意儿 卷动画里乾坤 绵绵不绝挑动观者的心 这幅工笔山顺画 可真是曹老师最近几年 下了很大功夫所完成的立作 在当下您看到这个景色 比如说看到这棵树 然后您用提笔把它画下来 跟您回到我的画室家里面 然后拿就是圈 再整理可以的 然后这个笔画下来 树下呢有几种 变成这种呢 这种修理的素材 比方说这个地方 树下来没这么高些好画 那么看来这块算不错 那么就才把这个树画 就是这样子 那像这个地方呢 如果这个地方很漂亮 那么就是树下来 把这个树画下来 那您应该常常碰到一个状况吧 就是发现您画完之后 抬头一看 哎呀 我画的啊 比这个景色本身还好看 应该要这样 应该要这样 应该说艺术嘛 应该比生活更高嘛 嗯 那么应该要画的一个 就是这个这个 应该比景色要更加好看 更加好看 应该这样子 但是要做到这些地 也是很难的 另外一个可以画 像这个地方我画的时候 这个地方 真的太开始了 没什么好看 那么我坐下来 大家都在这里画 我也说一下 坐下来 哎 我去这里面一个桥 这个东西 我就是画这一块 其他东西我都不画了 把这个东西都表现出来 也是一种一种很有味道的气味 而且更用到那个马克比 它的那个特性 对 粗细 然后比较深层层叠叠叠 这样 整个感觉就有 这个马克比 我也是 我儿的一次 它也有 这个比较 它也不错 那么我就用这个比来画 功夫深厚 即使用马克比速写呢 也能表现山水画的气韵 我们不禁想问了 现今生活如此的浮夸 年轻人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当中 该如何走进中国山水画的深远境界呢 有些人在出现学画的人多了 对啊 有个普遍人 普遍人多了 人多了那么理想 肯定有些人在学画的 练义足球温度的人 也必必在用 是不是啊 这个肯定有的 那个普遍水分 肯定在低下 对啊 现在我眼前的时候 那个能够画 这个大能很少 现在的可以那么多 对啊 这是一定的嘛 老做的 有些那么多好的东西 实际上后人 实际上有个问题 他继续研究 这样子发扬广大 出生在1942年的曹老师 虽然在山水画中 已有相当的造诣 但一直没有停止画家的思考跟探索 他在江南水乡的画景之外呢 还追求一种 空灵博荡的经济 空灵博荡的经济 这边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江南水乡的那一种 那一种很滋润的一种 以下一个微微的小雨 这样子从从来感觉 这个是真实有它的地方 还是老师完全靠想象 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也就是眼睛比起来的话 家乡的那个这个超油膜 都很清晰 那么就老师大师怎么样 把这一种江南 迷迷迷迷的一种 一种很空梦的一种感觉 这个我所表现的对象很简单 但是里面呢 就一个月的省是很多的 我刚刚看这里啊 这个作品是82年的作品 那您是当时是在那里 还是您是回来才博 那我们到那边去写生 这个瓦的缩写 是 那瓦写完了以后 那么根据这个缩写 这样的话 再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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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泡 所以整理 我们这一下功夫的 是不是就是海的这个颜色的处理 这个海水 这个海水的这个画法 是吧 那么后面这个呢 就要个方法想出来 以后就要画法简单 是 那么这些鸟 画是不容易 鸟要画得生动 反而生动呢 这里面有一些 倒是有种说明的关系 没的地方没的 接种的地方接种 在这个分开的地方分开 这样子呢 在这鸟的各种姿态 大小 这样可以好 平时开出很生动的 已经要飞来飞起 这个 这个薯胶材 过去这边要浪化 这个呢 我们的地方就这么化 说到兴起 曹老师还提及 中国画的一气呵成 还有笔根异 生生不息的心法 前代的一个 有一个画家 大画家 叫舌套 舌套呢 它这个叫 中国画 叫一臂画 是一臂画一臂 为什么称为 叫一臂画呢 随便下棋的时候 第二个就根据 这些规定 在生化成一臂 第二个在生化成 第四个在七体 来跟这些规定的东西 这也是说这些 所以呢 车会就一臂画 所以在这些 新的修画的人 他这个 这些规定性的东西 他都找 所以没找 也是呢 他要很自由的 企画画 所以说 点到很美 很实验 就说得到 在曹老师的画室里头 我们意外发现 这幅带点 完性的画作 问老师 何以会在画中 盖上这么多的印呢 才知 这又是曹老师 自我探索的一段 有趣的历程 不过这样的创作呢 没有持续太久 这种呢 就是 大概是学习了西方的一些 绘画的 一些构成了 学习了这个东西 然后把这个章来 都章来 所以作为瓦为大 作为一个部分 作为画面这个部分 是您去特别找的 还是自己 自己的 这些都说 比如是常用的找 常用的找 经常要在 各个画面上 把他这个大大小小的 这样子搞了一个构成 那么从颜色上 一定把他的 这个 这个黑的 白的 红的 三个颜色对比 所以瓦比开始强烈 还是比较强烈的 风格也比较 特别的 而人类 动为瓦的人 人类一个看 就知道 这时候 学习了西方的一些东西 可是像这个月亮的比例 好像就跟我们 毕童的不太一样 对 是这样 结果这张话 我主要是 讲的 原谅当时 生息了之后 所以就出让 所以把被原谅 那时候跨大了一下 跨得特别大 这样子 对 但这个原谅 并不是平面的 它日历相 讲究的是一个 就是说 并不得有种变化 像这种 带啊 这个变化 曹文驰先生 早在五六岁的时候 就喜欢上画画 但他从未经过 专业的训练 完全是自学 高中毕业之后 他勇气十足地 报考中国美术学院 当年美术学院 在山水化方面呢 只招收五个学生 没想到当时 中国美术学院的院长 勘天授大师 想找的 正是这种毫无降气 拥有自我探索能力的学生 就这样 曹文驰意外地获得录取 如于德水漫游在 广阔无垠的 中国山水化世界 尽管期间 曾经饱受文革的压抑 但压抑之后的解放 也许正是另外一种力量 下回节目带领各位走进 都景生知景博物馆 一回杭州知景的堂奥 中文字幕君